欢迎来到这一节的麻辣下午茶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当中 邀请到了西谷蚊虫控制局的 郑明利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一个我也从来没有听到的 一个话题叫做鼠型搬枕伤寒 您好郑博士 您好黄荣 那刚刚我聊到这个鼠型搬枕伤寒 这个名字伤寒我知道 但是鼠型搬枕伤寒应该跟老鼠有关吧 跟老鼠有关 它只是它的这个媒介昆虫不一样 我们讲的一般的伤寒的话 是由狮子传染的 这个我们讲的英文叫Laos Laos born 那这个是鼠型搬枕伤寒 是由跳蚊传染的 所以不太一样 它的病循可能不止一种 但是它的病征都差不多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病征差不多 病征到底有哪一些 其实很多这些病都很类似 比如说发烧 肌肉痛 关节痛 这个有的时候会 恶心呕吐 恶心呕吐 然后甚至会发疹子 其实发疹子就是皮下出血了 血管破裂了这样子 所以这种都是一般的现象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是由跳蚤传染给人类的 是的 那您的意思是 它是这样子 其实它的宿主最主要是一些野生动物 比如像副鼠 还有一些老鼠 家里面我们叫做 一般叫roof rat 这都会有的 它们身上有跳蚤 跳蚤被感染了 然后它到你院子来 副鼠带了很多跳蚤过来 它跳到猫的身上 那猫再带回家去 然后这些感染带病人的跳蚤 然后就吸血了 不好就咬了主人了 当它咬了主人的时候 它一边吃血 它一边还要大便 可以这样讲的 然后被咬了会痒 对不对 然后你去抓 一抓就有点小破风 这样子的病菌这样进去了 然后就得到了 那您说完这个跳蚤传染 我就很想知道 这个人与人之间会不会传染 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以后 会不会传染给另外一个人 一般是不会的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说到这个颁诊伤寒 那加州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病例 加州一直都有 就是一直都有 但是这个报告是有多全 我不敢讲 我知道在城县最近 从2006年到去年 年底一共有85个病例 大部分是靠近 有点靠近哪里呢 有点靠近Long Beach 就是长屁那里 目前好像有点散布的 有点扩张的现象 今年有六个 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这个病例 还在调查中 那刚刚跟其实这个郑博士聊到说 我怀疑我上段时间 是不是也感冒 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因为可能是不是在 St. Gabriel Rosemey 这附近的 得了感冒 我就开始害怕了 所以它的这个地区 到底处在山区啊 或者是哪些地方 都会 都会 它这个有城市的 也有郊区都有 这是最主要 有附属多的地方 都看到附属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你只要不想要邀请附属到你家来的话 你家里又喜欢种水果 到水果一熟的话 赶快就把它摘下来 你尽量把家院子保持干净 不要让附属有地方可以做窝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地方 那你的灌木啊 花草都要修剪得很好 这些都会 都会让那个附属啊 老鼠不想来你家拜访 所以自己的院子要清理干净一些 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你的猫狗 这些宠物呢 一定要定时的给它去掉 出去它的跳蚤 比如说你带这个 Fly Collar这样子 然后呢 你跟你的兽医 去商量一下 怎么去除掉这些跳蚤 这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些 预防的措施 如果一旦染上了这种病的话 你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病是很好吃的 有很多这个特效药都有效 这个 所以你去看医生去 然后他给你特效药 一般讲话 一两个礼拜就会好的 一般说来这个病症 不会太严重 不会 但是也有严重的话 需要住院的 所以还是要看医生的 有没有自己在家 自己好了 有 也有 重视有 对对对 这个病很奇怪 不是每个人得了之后 都是有一样的病症的 有的人很轻 有的人非常严重 甚至会伤身 OK 那其实这个属性 斑诊伤寒 这个病和普通的伤寒 我们如何去区别 如果我是得了 我怎么知道 我是哪种伤寒 你只有去用 去做测验才知道 他们才知道 是哪种细菌 或者是哪种传染 那一般讲来 我们这边现在看到 伤寒的机会不大了 因为不是 我们知道 第一点 我们不知道 知道没有奢子 所以不是奢子传染的 所以一定是 多半是跳蚤传染 所以家里清干净很重要 暗时要清理 尤其是这个副鼠 不要请到家里来做客 然后把跳蚤 最好把它清除掉 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这个跳蚤 不仅是把我们弄得皮肤痒痒的 还会有可能给我们 带来这个鼠型 搬整伤寒 所以是建议您家里 如果有这个院子 并且种了果树的话 一定要请干净了 千万不要把这个副鼠 请到家里来做客了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